哈囉我是莉 哈囉我是莉 我們是阿米安多莉 台灣男生為什麼在日本教不到女友 因為很多男生不是很想要跟日本女生教我嗎 嗯嗯嗯 對 所以就是可能會遇到一些問題 口感不要太明顯 就是我覺得台灣男生追人的時候都太 百分之百的明顯外放 然後其實被追人就會覺得 沒有那種 沒有那種拉扯的感覺 他們會喜歡就是 對他們喜歡客戶 對而且就是他可能會覺得 欸你跟我真的有這麼熟嗎 對想說 我對話那你到底為什麼要喜歡我 對你為什麼會這麼喜歡我 你又不認識我 對 那你如果只是表現說 欸我想要多知道一些你的事情 嗯嗯嗯 然後就是多聊天 多什麼 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說 喔還可以理解 還可以理解 就好感是要慢慢培養的 那你如果在一開始就說什麼 喔今天就要什麼 愛上你一生一世之類的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 好奇怪欸 我又沒有那麼熟 怎麼了嗎這樣 你是基於我們家前來 不是 他們雖然外貌協會 但是 他們會一直稱讚你 但是他不會因為你長漂亮 就想要跟你在一起 對對對 真的 我們分享過 我們怎麼一直很 就是很連貫 我們分享過日本男生 或日本女生 他第一個是看內在 就是看個性 對 對 這個男的是不是有在追我 他是把我當朋友 還是說真的有好感 還是有好感 怎麼都看不出來 就是他們超多 就是教你怎麼分辨 你就知道這些人 把自己的心藏了多利 對 所以你藏得很 那也算是一個保險 就是他不會太明顯 免得他到時候 真的要退的時候 對 他第一個怕拒絕 第二個他自己其實 也不能保證 他是不是真的喜歡你 他也是在看 他在觀光 他也是在想說 多了解一些 欸然後之前有一個 網友他說 欸我的日本人 覺得我好明顯喔 通常日本人很明顯的時候 他就是真的想要上床 對 其實 就我查 網站裡都這樣想 對 如果說他太明顯的話 他只是想要上床 所以對他來說 狂追一點 一點力量都沒有 因為他立馬可以退走 他就是立馬不見了 但我之前好像 教過日本人 的確都搞不清楚說 這人到底是習慣 不習慣 對 然後直到分手的時候 才發現 我也是啊 然後再說 我本來要跟你過一輩子 對 然後他說 什麼時候 我總共用這個感覺 對 對 這就是他們的問題啦 就這個不要學喔 這個不好 對 好好好 就有些時候是 他們 不懂進退那種 就是 一直不停的進攻 就是日本人說的 對 我就遇過一個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看 希望你不要在意 就是 這個人跟我約了中午 然後我們中午吃過飯之後 他下午就立馬傳來說 那你晚上有沒有空 然後我想說 我們看到明明不就 已經是一個拜嗎 而且因為我 對他比較沒有太大的好感 所以我才約中午 然後還有別人 然後 他就說 要嘛 我就說不行 因為我今天晚上要跟媽媽講話 我就隨便找一個 躺設過去對不對 然後一個小時過 他就照了一個什麼 不知道別的街景 他說 欸我現在在這裡啊 什麼開心什麼 然後就說 你要不要來一下 然後我想說 我剛剛不是說我沒空嗎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我就 你就瘋狂嗦 哈哈 太多成年媽寶 無論大小事 做什麼 之前都要問媽媽 好成年媽寶 其實媽寶在日本真的比較少 嗯 因為我覺得那個跟文化背景有關係 我覺得他們跟家人 跟親戚 有關係超淡薄 就是很淡薄 其實有時候你常常會遇到人家說 什麼他有哥哥或姐姐 然後我們就會順口問說 那他們現在在幹嘛 就是做什麼工作 他們就會有人回家就不知道 而且還蠻多人 而且很多人 他可能是在地方出生 然後 對白顯示 對他上大學 譬如說他就去東京 上大學就來了 大概大部分都是十八九歲就來東京 對來東京 或者去什麼大阪啊 大城市啊 對去大城市 那他去那邊上大學之後 可能就留下來工作了 沒錯 他就再也不回老家了 沒錯 所以就會變成說 他可能兩三年才回家以前 對他們沒有每年回去過年喔 對 沒有 所以這樣的狀態之下 他其實很難就會成就個媽寶 就是他做什麼事 他就不會去 他也不會去問他媽 他問他媽幹嘛 其實是感情還不錯的家庭 對於 就譬如說你結了婚好了 你的教育小孩 像台灣可能搶著要帶孫子什麼 他們其實不太會 他們不太想 不太會就是 不太會就是 對 不太會想帶 所以我就會讓你出去 你就自己賺 很多人甚至是 18歲我就不供你了 對 你自己賺你的生活費 學費我付什麼的 然後你要不要結婚什麼 其實他們 也幾乎不太會過問 過問對象什麼 狂論一些生活上的大小事 對啊 可是 台灣的媽寶可能就真的是 到底要跟誰交往啊 交往之後 然後要把結婚啊 在哪裡結婚 要穿什麼 要選幾個 要住哪 要買什麼 就全部都 欸 日本人真的是可以自己決定的一個民族 其實很多人會問說 日本媽媽不是很喜歡她的兒子嗎 喔 對 我覺得的確是 可是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愛 他們不是媽寶 他們是 很任性的一群男子 對 因為有無條件的愛 對 所以就算她媽很愛她 她也不會聽她媽的 對 這是重點 就是她媽很愛她 就會覺得她可以無所謂 這樣 但是 他們是茶萊生手飯來張口 但她不會 可是她不會 去問她媽說 我今天想要跟這女人結婚 可以吧 這樣 對對對 那可能就報備 他們會報告 她不會要你統一 除非你家是那種 你知道 真知識家 對 有錢人家 對 像留社會那種不一樣 但是一般人真的是 絕對不會去過問 你到底要娶誰 像剛剛講的 就是她在經濟上 就比如說她會要求 你要自己獨立去 對 娛樂費 精神獨立性 就會比較強 因為台灣甚至就是 你要叫爸爸買房子給你啊 那你當然就知道我聽她們的 對啊 或者是說你出國去美國留學好了 你爸花幾千萬 那你去留學 那你在這邊交了一個女朋友 他可能就會覺得 那我們要去看 真的真的真的 那錢都是我出的 對對對 而且對 日本爸媽好像還蠻希望被小孩喜歡的 喔對 他們很怕得罪小孩 他們很怕得罪小孩 對他們希望跟小孩在一個 朋友有關 地瓜地的關係 所以就比較沒有華人社會那種 上下絕對權威感 對 我覺得台灣 台灣父母很想要一個權威感 所以其實如果你人在國外的話 你可以嘗試獨立一點 就不要什麼事情都問你媽 也許你可能覺得那是孝順 但是對於就是不一樣的文化人 可能會覺得那是一個負擔 對 沒錯 而且最好不要強迫日籍女友去 就像我們也幾乎不會 見爸媽 對 我們也幾乎不會強迫日籍男友去見我們的朋友 會見爸 就是看你 你如果不要 那我就自己搞定 對 不要輸在起跑點 對不要輸在起跑點 然後調整一下自己的型態 然後多積累一些經驗 對 真的是step by step 不要就是 你知道日本當然還是有正妹 然後日本的正妹 當然相對就比台灣正妹更難追 因為他不是狂追就可以的 對 他們通常就是比較 怪 而且日本很多正妹的 就是男友或老公不一定帥啊 日本人常常有自己一套邏輯嘛 所以他如果是個帥男或正妹 他們可能的邏輯又是超越大家想像 所以你不能用常理判斷 找一些比較適合你的level的人 然後慢慢想說 啊我這樣追別人就是會有知道我的心意 然後也不會被瞎到什麼的 對 是可以追到的 你要有這些自己的成功經驗 然後才可以去慢慢的 慢慢的 對啊 但最後就是我覺得他上次說的很有道理 我覺得台灣就是華人圈的父母真的管太多了 因為以前這個東西真的是你不積累 你會不知道你自己想要什麼 你也不知道對方想要什麼 沒錯 然後就是一個一直惡性的情況 不義團混亂 對啊 萬一萬人都把情感看太重 嗯 就是他們可能會抱你說 欸就是日本男生太重工作 可是我覺得那你也可以重工作啊 工作不會背叛你啊 今天誰知道哪一天他就不見 這種事情都是有可能的 我從來都不會期望別人一定要 因為你在到我身邊 我就會覺得如果當你很看重這件事情 你就很容易會被吃了死死的 然後你被吃了死死的 那個不平衡的關係 就不會有好的發展啊 對啊 戀愛真的不是人生全部 真的很想跟他這麼說 可是因為我們每次做戀愛 就是都會點閱不錯 就是很明顯的 大家有很多的煩惱 對這件事情很在意 但我真的覺得是經驗累積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們小時候也有吃過很多盔 然後也是很傷心 可是後來就會發現說 他就是不合 就是也沒有誰跟誰出現 而且其實沒有了他 當下可能會覺得 哎呀世界破了一個洞 但是過了三天就覺得 過了三天也太快了 真的祝福台南 然後如果其他大家有對台南的建議 或是台南有一些 比如說我出運了 我就是靠這樣追到的 啊對啊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每一樣都要做到 看你是有一個勝出點在哪裡 你要往哪一個方向去發 你說超有錢 就不要送禮 可是直接立馬展示出財力之後 你再想 好吧 好 有未來可期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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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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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